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一下AK和FK之间的动画的区别 那这边呢我们继续打开练习素材的第二部分 我们在角色的绑定中打开归零反向 第二个AEP 那这边加载之后呢 这个是之前我们做的这些整体的绑定 再加上我们的凸层 那继续我们上一个环节 首先这边你选中你相应凸层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选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手的凸层在这边 而且有它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移动它的话 目前默认的它都是AK的系统 我们这边拖动可以看一下 你的手臂的运动或者是往前往后 那如果你给它做一个关键帧的话 比如我在这边激活关键帧 然后我可以让它一开始在后边 但是每次你在移动的时候 基本上就需要呢去找原来的点 那比如我用视觉参考观看的方式呢 去定位到这里 然后我随着时间的移动 那这边因为我设的这个空间比较小 这边我们看到空间不是很充足 我们这边先点击下这个标准的这个 回到默认的前面 它这边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在图像中选中选中了这个手 然后随着时间的运动 那这边我这个时间的设置的是比较长的 我的合成这个时间呢是很长的 十分钟 那这边我们稍微的再放大一点 我们就以秒为单位然后这边移动一下 当你的这个时间运动的时候 这边我就可以拖动 然后移动它的位置 比如我回到前边 但是你会发现你很难定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这边再往后边的时候 我希望它再回到后边 这样子建立一个循环 那实际上呢 如果你对这一段进行播放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个动作呢 非常的不自然 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快一点 你可以看到 手臂本身它的这个左关节和外关节呢 都没有太多的运动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物的这个运动呢 不是很自然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简单的一个运动的动作 但是它的这个形态呢 IK呢是不是特别的自然 我们这边呢看一下FK 所以在左边选中你图层的时候 你左边的FK展开 这边有Enable 可以将它激活 那你激活IK 激活FK的话 必须有一个关闭 那我的IK呢就要关闭了 然后你会发现 动画参数就会恢复为0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可以呢看到 你如果开启IK的话 这边的位置是两个数值 然后你可以人工把它恢复成0 然后关掉关键帧 这样子也会回0 但是激活FK的话就相当于说你IK呢 自动失效了 然后展开它下边的参数 它主要是三个控制的参数 我们看这边呢会有三个控制手柄 我们看这边有up 还有一个lower 然后加上一个go 那主要就是上边 上臂的部分 脚臂的部分 再加上手指的部分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go呢 就是肢体最后的一部分 这边呢我们来注意观察 这三个参数的 这个大的差异化 这边放大一下图像 注意观察这个手臂 如果你调整上部的话 它等于说你全局的进行运动 那你如果调中间的话 等于说你的下臂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看到 终点的部分开始运动 那你调最下边go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最后边的这个部分 进行运动 所以由此呢 我们可以用它做更自然的 这种手臂摆动的动画 那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开启它的三个关键帧 然后你可以让它指定到某一个位置 比如说起点 这边你可以后边 稍微往后弯曲一点点 然后我的手臂呢 可以在后边 那我随着时间的运动 然后我可以让手往前去摆动 我可以让它摆到前边 然后同时我还可以弯曲一下手臂 那我的这个手的姿势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你会觉得更自然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就比之前更舒服和自然一点 因为你可以稳定的控制这个地方的关键帧 那我们选中这个图层按下U键 你可以看到你三个关键帧的位置 那如果我把起点的位置选中 复制一下 放在我后边 中点的位置粘贴 这样子我就是一个 非常自然的循环的动画 所以用FK系统 也就是我们这个 正向的这种系统 它的一个正运动学 基本上就是一个复脸 那它可以更好地去控制 那这些针你可以通过动画 添加关键帧辅助 环动一下 那你的这个动画就会更平滑 更自然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做一些重叠 重叠的概念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关键帧再次复制一下 在这个中点的地方再复制一下 这样子你就可以说做出循环的动画 我们说的重叠 就是说你选中这些针 比如下边的针 我们稍微让它往右移动式针 这边我可以选中 所有的针 按住out加左右 按下右移动时针 那pc的话是out 拼墨的话是optoption 那下面也同样再给它 偏移时针 你也可以用鼠标去拖动 这样子动画呢 它就会有一个 非常舒服的一个摆动的过程 因为我们设的比较慢 所以这个手臂摇摆的时候呢 动作是慢一点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运动的变化 当然我们在用fk的时候呢 其实不用手动做这么多复杂的关键针 那这边我可以关掉所有的针 然后你可以把数值呢恢复成零 这边呢三个按钮就是你手动 独立进行控制 那我们上边展开fk的话呢 有一个按钮 你可以用一个按钮进行控制 方法是一样的 那这边我们再重新选中这个图层 在fk的地方 开启关键针 在图层中我们看到 你这个时候 关键针就变成了一个 那我们这边还是通过它的移动 你可以让这个动画呢生成 比如我们从后边开始 那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去加下边两个参数 一个是它的这种灵活性 也就是弯曲的程度 默认是100 如果你降低这个数值 可能目前你没看到变化 我们稍后把动画撥完之后 然后看一下 这边我们从起点开始 然后你开始移动 如果到前边的时候 我们先让动画继续回到这个位置 像之前一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关键针 选中复制一下 那么到后边的时候 粘贴一下 再选中所有 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这样子先做出一个 简单的循环 当在这个循环的时候 你去加下边的这个灵活性 注意观察这个变化 你就可以改变它中间 弯曲的这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这个状态的一个变更 如果我这边 数值改小一点 这边数值越小 那么它弯曲的程度呢 就会越来越小 然后下边我们这个参数呢 它是代表 关键针之间的一个抵抗性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偏移的程度 如果数值很大 你会看到 它有一定的偏移 弯曲 这都是关键针 自动的带来的特性 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参数 然后你的动画在演变的时候 它就自动形成这种状态 那如果我们这个灵活性弯曲度多一点 然后下边的这个抵抗性 偏移小一点 那动画呢又会截然不同 那这个呢是我们对 IK和FK的一些理解 下一节呢我们再理解一些 这些图标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一些跟随的设置 MING PAID MING PAID